好事都在后头啊 说12个叶祖心和华菲奖心的互有好感 在娱乐圈已经算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虽然两个当事人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 但是最近呢 他们的一位共同的好朋友 把这个事给说穿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记者探办当天说好的幸福剧组 正在拍摄一场结婚的戏码 男主角叶祖心看着自己戏中最爱的女人 穿上婚纱后 美若贴心的样子心情大好 全程贴心的帮蒋梦杰提裙脚 而女主角蒋梦杰也毫不远视 两人的亲女状态 在镜头面前大秀恩爱 她很爱开玩笑 而且第一天来就开玩笑 没有 她其实说你没有乱开玩笑 我很少被女演员欺负的 你是 不好意思 真的 你在欺负我 我都是欺负别人 你有没有在欺负我 没有 所以开玩笑 她就乱开玩笑 我什么时候乱 没有吗 没有吗 什么叫乱 矫情那么些天还不够吗 本宫瞧在红梅杰要饭了 不知是为了看住心上人 让她注意与女演员保持距离 还是思念成绩 奖心前一阵特意放下手中工作 前来剧组看班 都到这份 让了叶祖心 难道你还要用好朋友来躺讯我们吗 你好像听出来太过半 不是不是不是 刚好她有来上海工作 然后我们有一起吃饭了 那叶祖心现在是生活中有说好的幸福吗 说好的幸福 幸福是说不好的 今天的计划赶不上明天的变化 所以说顾好现在的幸福才能最重要 什么 顾好现在的幸福 难道说网上盛传十二个叶祖心 与华飞娘娘奖心 早一起接连离的消息 真的有迹可循 十二个现在正沉浸在当下的幸福中 当我修成正果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肯定会告诉大家 我会把我自己的幸福也分享给大家 对现在还不是 对对对对 那你今天的窗窗窗窗窗窗窗的 怎么 什么 她有拍过好多戏 她在微博里经常就发穿着婚纱的照片 我有见过呀 那你特别生气吗 因为我现在不是你 你会唱哩哩哩吗 不不不 这每个工作嘛 每个工作就是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虽然否认结婚 但这话听着怎么都有 那么点默认恋情的味道 就让我们近带着两人 手牵手亮相的那一天吧 情绪在线上海采访报道